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至於最近見到新貨有很多 或者太多了 我用太多來講 其實Always都是多的 一個月平均出到十款八款 Kobe 都算是一個比較多產的牌子 這架村綠就是 玩軍事就沒理由沒見過這架飛機 忠不忠一件事 雙螺旋掌的直升機 可以載很多兵員 甚至一些輕型的裝甲車 都勝任 有趣的地方就是 依然你看到機艙 我沒有砌的 裝多了兩個人 可能那個人只有半身 Kobe 或者其他職務的性格 一比四十八 他說一比四十八 你信不信 一比四十八應該差不多大 只換句話拼起大一架Forset Survella 我想大概這個盒那麼寬 就是一尺長度 看過Florotype之前 那一架未完成度高 所以就不太好看 後來看到師兄拼起出來 是幾個人的 現在這一色就是 軍綠色 不知道會不會遲些出其他 因為這架說明是美軍的陸軍版本 八百十幾塊 相對肯定是大架的 以及會 會 要些時間 這個後面就是一些簡介 說回正式 就是 Chino Service的時間 原來1961年已經開始了 很少一架戰機用這麼多年 足足超過半個世紀 即是六十年 那麼可能呢 直升機的用途 雖然廣泛很多 但是換轉 那個 戰場的考驗性 純粹是運輸 以及裝甲力量 速度力量 會考舊一點 即是不是戰鬥用直升機 所以它更新的機會會低一點 你看到前世戰機 可能用十五年左右 就會換新機 有些地方 所以這一個 就會用60年那麼久 所以你看到很多 荷里活電影 基本上 即是說真的 有些戰爭畫面 其實都會看到這架直升機 那所以呢 砌了它是乾的 將會有機會砌 但是暫時沒有 沒時間砌 跟大家介紹一下 C-H47 Trinoc 剛剛 即是最近 最近是有得 即是香港見到的了 另外呢 上次呢 就是回到現代戰機 其實呢 Kobe出現代戰機 它之前呢 就出過幾款 第一款就是 兩款都是法國拿了拉枕的戰機 一款是幻影2000 Mirad 2000 另一款是Rafali 其實兩款都是法國做的戰機 都不錯的 但是 尤其是一號那架呢 有少許機頭上的組裝 有少許問題 我自己覺得 就不是那麼理想 但是當然不會在外觀的 你用膠水幫幫忙都可以了 但是 跟著出了F18呢 兩款呢 尤其是因為拿了TOPKIN LISEN 就非常之受歡迎 我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環面都靠開了 正在有地方 這個 正在有 正在多資源 好了 就是這架了 好 這個F18其實是兩款的 一款是有 兩種顏色的 其實就是拿正拉枕的 TOPKIN MAVERIC的 一個 一個職目 即是F18 那齊是廣告的 又不特別說 挺帥仔的 那時候呢 也有很多師兄去買 去到現在這一款呢 F15也可能比較期待 雖然這個沒有電影拉枕 純粹是一架 當作是軍事形態的飛機 但是呢 F15也曾經是空中的機王 在這個70 80年代 到90年代 2000年 其實都是 一個 就是戰績非常標柄的戰機 和F14差不多 不厲害 所以呢 雖然現在退役了 所以這一架呢 都是會比較多 上彎 二支現代戰機職目的朋友 會首選來的 那六百多塊 咦? 有沒有人仔呢 那裡沒有寫的 我想它寫漏了 五百零三是新系列 即是五百零一 五百零三是新系列 即是五百系列都是新的 那呢 竟然寫漏了有沒有人仔 但是目測呢 盒子裡面有人仔 那之前F18就不用說 一定要有人仔 甚至有 電影裡面的Maverick 那個Logo的頭盔 所以那個比較帥仔 我叫做 那這個F15機型 始終呢 F15機型呢 是有少少 我叫古典味的 即是不是這個年代的樣子 那喜歡不喜歡 不知道 但是那個年代 米格25和F15呢 兩架戰機呢 即是當時有些傳聞 就是互相去 兩邊的間諜 去互相偷對方的 即是一些設計 所以出來的兩架飛機 是有些相似的 有些而已 當然大小很不同 我發覺 那當時在戰場上 也有很多特別的故事發生過 當然不是一些大規模的戰爭 即是冷戰期間 那F15來說 其實這架是比較大型的戰機 那就是 八百多塊 我覺得很正常 因為剛才的村輪 是八百多塊 但是它特別的地方是單座位 即是F14是雙座位的 所以這架呢 機型來說 我覺得F14是更漂亮的 希望它會更快出F14 因為F14應該是下一層 就會出F14 好 那F15之外 有得玩現貨 好 先介紹直升機 好 另外這架呢 就是亚柏奇 那1比48 又是1比48 那剛才的F15是多少呢 其實也是1比48 1比48 即是三架都是一樣大小的 即是理論上比例上 那這一架呢 這架呢 亚柏奇呢 500多塊 很明顯是戰鬥直升機 雙員雙座位而已 但是呢 是完全裝不到其他兵源的 純粹就是一個 即是好像 我們叫空中坦克車 那你見到旁邊那兩個 典型機器機關跑 就很出名的了 即是在那邊轉 即是在那邊轉 即是火力大到是像一個 即是 好像類似美軍的M2重機槍 好像是沒有一支 即是它有四支 兩邊發射也是挺厲害的 那當然還未到去炮彈級數 但是 你看到這邊呢 它們又可以射到彈 那所以呢 其實這架真是叫空中坦克 那當時來說呢 冷戰期間 蘇聯那邊 或者俄羅斯那邊 亦都有一些 可能叫蘇聯 有一些叫做 好大架的 戰鬥直升機 那些再大架的 又是雙座位 長證的名字 不記得了 怕說錯 好 都是有出過戰場的 阿富汗戰爭 中東戰爭 都已經見過了 所以這些 戰鬥直升機 有另一種玩法 看看盒子後面 這一架也是美軍的 阿柏奇 當然不會 美國的武器 當然不會只是 美國用 你發覺很多盟友都用的 這架也是美國的 看到機頭 這個有雷達 阿柏奇 直升機的頭盔 有些特別的 這個可能是那些 即是叫做什麼 即是機司令去哪裏 槍又瞄準去哪裏 這個科技 當時看電影 都知道 但是不是真的這麼神奇 我又不會說 因為不是軍事專家 好了 這個1比48 都是剛剛伸出 沒錯 這一架就是 Prince Eugine 一架重巡洋 的重巡洋艦 是德國的重巡洋艦 Kobe也挺喜歡出德軍的 我想其實他不是喜歡德軍的 或者他可能真的 那一口 那個德軍呢 是太過 即是在市場上 比較受歡迎 雖然他們 那個立場 在那個戰爭裡面 是戰敗者 或者我們叫壞人 但是呢 他們呢 就很受歡迎的武器 不知道是設計上 還是那種味道呢 我真的不會說 即是等於星空大戰裡面的白兵 特飛達呢 都是 多人喜歡他的設計 多過那些 革命軍的 不知道為什麼 Anyway 那些說回二戰歷史 有段時間說 這裏不說著 說回這隻 1比300 所有大型的戰艦 Kobe都是1比300 如果沒有記錯 好處是什麼呢 可以放在一起玩 好 最怕就是大小比例 躲在一起 即是 航空母艦和長輪艦一起 驅逐籃這麼大小 你是有少許倒胃口的 因為 總之實際上 開始玩比例模型 總是有些適合比例的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 習慣來的 天成 你不適合比例就放在一起 你是很奇怪的 好 那這一架呢 大型的 當然大型的 當然大型 很厲害一點 1790塊積目 No.423 那些就不會有人仔的 那些 這個會不會難砌呢 戰艦一定難度的 如果你不是長時間幾個小時 可能你的分機是砌 我試過砌 大和號 Kipo 砌幾天 那這架呢 我想都 6個小時走不掉 即是我當1,300塊 快了1個小時 照計 1700多塊 就乘回6 就差不多了 這個是我的速度 我知道那些高速是快一點點的 因為我砌的 我就喜歡慢慢享受過程 我不想逼自己 而且有時候找件也挺難找的 有時候 一顆總是找不到 但是以為它不見 就真的找到 最後還沒 有時候真的不見 那一刻就更慘了 好 這架1,700多塊 其實是大隻的 價錢呢 1000多塊 這裡不說太多 很壓力看到價錢牌 好 這架 德軍戰艦好 好在什麼呢 是有迷彩的 沒錯 所有德軍戰艦好像都有迷彩 好帥 好帥 那時候已經很厲害了 這個迷彩 好像海天 連在一起 有一點點真的看不到 當然我講而已 我看看旁邊 戰艦型是不錯的 德軍戰艦型是不錯的 喜歡的 對 可以配合之前的Bismac Triple 真的很好玩 還有其實 連一隻沒有出現過的 戰場過的德軍空母 他們也出了 有得買的 出了 那隻呢 其實呢 戰艦的艦身是做了的 他沒有內在的 叫做 內籠裝備 他沒有正式成軍 他整隻戰艦的艦身 一直放在德國的地方 甚至我現在做了貨倉 用來做貨倉 做貨倉 最後呢 好像戰後都沒有爛 最後是硬 變成廢鐵 好了 另外介紹一隻 終於有一隻 是 應該是王家 這個 HMS Belfast 應該是一個英國的戰艦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隻就是輕巡洋艦 比剛才那隻 小隻一點 沒錯 連數字上 都是少一些 一千四百多塊 四百二一 那麼 Imperial War Museum 這個呢 他就拿了這個 帝國的戰爭博物館 這個小弟也去過了 英國 那就肯定是英國的了 叫得Imperial呢 全世界目標的國家 叫Imperial 曾經的德國 叫英國 大英帝國 還有沒有呢 羅馬帝國 接著還有沒有呢 好像沒有了 好 不過叫這些名字 不是蠻好的 算了 OK 不要說這些 好了 好 這隻Belfast 應該是名戰艦 他的戰色 這裡又不說了 明天如果我拆開了 我就會說 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就不特地說了 因為今晚純粹介紹了一堆新的 其實這些新的 是其中一些 其實還有很多 沒有 沒空拿出來 不好意思 好了 我再拿去買 其實香港賣Bel 賣COBE的地方不是太多 康田有 還有 SEVEN都有 在18樓那間 信摩18樓 104那間 是的 這些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是什麼 這間 好 在信摩王國有得買的 這間會更齊 因為 關係問題 會更多 所以會更齊 當然希望其他零售商 會遮蓋這個產品 因為多的地方有什麼 有得買 方便你師兄買 隔一間 什麼都好 就是 到處的房間不同 其實買有時候的樂趣會更多 好 這一架 就是Belfast 其實 在英國 德國 甚至日本 是非常棒的 不用擔心 我希望 其實應該去2021 下旬 或者是22 我都蠻肯定它會出日本戰艦 如果到時它出日本的嘉河赤城 我就會飛撲 我自己真的飛撲 不是因為我自己有工作關係之外 因為這個是 砌模型 我當年砌戰艦 我也是首選 就是選赤城家河 不知為什麼 很有趣的 那一戰艦很高身 很大隻 空襲套很小 就是很有趣 很想砌 就這麼簡單 美國的航空母艦沒有什麼興趣 不知為什麼 現代也有漂亮 但是二戰的時候 覺得不漂亮 其實 戰艦就OK 所以這裡 很期待 因為之前他們沒有前科 大和武藏已經出過 沒有理由不出日軍空母 我覺得日軍空母 應該整個亞洲區 的銷量都非常高 其實不是應該全世界都高 因為其實 日本的空母在模型市場 一向都是很受歡迎的 再高一點 Warspied 其實我真的沒有什麼去理解這個戰艦 但是很多時候 一些模型 都是講這幾隻 我絕對相信 一定有戰爭故事連著的 那 就像一個 Pherson Faire老闆說的 其實大家都很多知道的 就是 永遠就是在戰爭上的武器 受歡迎一定是有些歷史故事原因 令到它是零射有吸引力的 那 這一架也是 好了 又是英國的戰艦 一千五百多塊 那 價錢就是一千元左右 差不多 但其實相比其他主流牌子 就是划算的 這個你們啟開節目 就知道 你能夠計算的 好了 那這架沒錯 這架是戰艦來的 哇 是 Queen Elizabeth 級數的戰艦 原來它真的有個名號 有個名號 那 那戰艦的大小 我想它又不是超大的 當然比例也是給300 那 但是砌起 就可以跟比斯麥 大鑊號 甚至麥蘇里號一起放 就幾個人了 四個國家 主戰國家 二次大戰都在了 戰艦 變得很精彩 那 看回呢 其實它真的個個個都出 反而空母 呢 美日對決 那 其實英國的皇家方舟號 日本的赤城號 那這些都沒有理由不出的 那我相信草這個系列的赤城 就很開心 你說 80CM 長到大不大 當然是大 但是擺在這裏又多開心 又不怕爛 就是爛了 爛了就拆得回 這個是幾個人的 經常都說 好 那這架也是新貨來的 真是這期很多新貨 好 那喜歡玩開二戰的朋友呢 這期呢 又是回到新貨 其實他們很喜歡DAK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波蘭那邊 出了幾架 這架 TAC車 M3 不是 PASA3 然後有龍尾的指揮車 然後又再出一架 CUBOR Wagon 就是DAK 那可能方便他們配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留意一下 人仔 有個蒙面的 那就比較帥 那當然它的帽子 就喜歡不喜歡 有人建置 那我覺得可以的 起碼 因為大廠來說 只有它出的 好 那這架 CUBOR Wagon 就是一些吉寶車 我們叫 那是常見的 而195塊 絕對很快 砌起 砌在裝甲部 裡面 成為其中一個 原來最適合的 好 那 這架直播 是會長一點 尺寸一點 就是這樣 分開 分為別類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好 那後面呢 有說回它的 就是Type 92的 Volkswagon 92 原來是卡普松 車的先驅 好了 那這些車的內容 2402 應該是新貨 其實CUBOR Wagon 很容易出過 之前不是沙漠式 195塊 一個人仔 有什麼特別說 沒有什麼特別說 那好像 這支機槍欠奉 裝在車上的機槍欠奉 這幅它的官 即是 歷史圖片 有支機槍 很流行的 這次呢 它這個沒有 看來看來也沒有 特點就是什麼呢 道門好像這些 是可以兩邊開的 真的坐到四個人 四個人仔 那就少了一支機槍 即是裝上的MG Anyway 這是一個很便宜的貨 兩塊水 搞定 好 下一隻 不說這輛 先說這輛 嘿嘿嘿 先說另外一輛 Shirne Megan 的吉保車 好了 鏡頭坐一坐 不好意思 這輛呢 顏色有點不一樣 這輛呢 說它差不多 是很深色的 好了 這一輛呢 就是空軍用的 你看到中間 它穿過人仔 是藍色 如果存人仔 就要存起來了 有藍色的空軍 用的一隻 Shirne Megan 又是 Warswagon 來的 Warswagon現在的車 還在推出 很厲害 2403 都我想是新的 因為剛才的240 2403 200塊 多了剛才的幾塊 一個人仔 空軍的特別一點 對了 這輛呢 是該死的 這輛就是裝置機槍了 就是問你死了沒有 這輛當然大家記得 它是水落量用的 水落量的車 那就 現實它有一個開範 這輛就沒有了 做不到 做到也不是很帥仔 整塊的 開帽子又貴又不討好 我留意它的屁股這個位置 就是這裏 這個 這個 螺旋掌可以 擺高擺低 因為正常一錄上去 螺旋掌會撥上去 不然就撞爛了 這輛也是四座位的 其實大小差不多 好了 這輛真的很多輛車 我看到今晚介紹了四款 好 最後一款 進度也不錯 因為不要沉氣 好了 講一下大家最關注這個 也有師兄問 可不可以找到特別版 他跟我們說 特別版只是 Coby的網站才能買到 真的有點衰 這個呢 這個產品 有些小風波 待會跟大家講一講 這輛Hoch 1937 這個款式 都未到小風波 這個就是普通 很多時候軍官的座架 或者通用的 戰場上的 車 沒有特別的 他拿出了幾款 發生了一些事情 結果呢 結果 好像取消了 2405這一架 跟剛才差不多 小十多塊積木 應該大小差不多 那 真的存完一兩架 還存回一兩架 也適合的 擺戰場就漂亮 順便要買一些小兵 人仔 要不然不夠人仔用 人仔通常都要去外購 你自己再 早見也可以 你自己去買一些 各個牌子都有 其實 你看看喜歡哪種 人仔都找到的 自己找 配多人仔 這架通用的 1937 1945 也是 服務的 好了 阿柏奇的亮度 阿柏奇的亮度 雨翼好熱 飛彈成拖 來 麻煩你了 我記得Alex好像買了 買了 沒錯 他也有分享出來 我想所有螺旋掌也未必太理想 因為他大 你做得厚又不漂亮 薄又容易鬆 做一件過的件是OK 但模具又多 吃力不吐好 經常做一件特別件 吃力不吐好 有些人寧願你砌完 但砌完後又會有結構上問題 如果有些 我看到你師兄的F14做得很漂亮 那些自己的MOC 是很漂亮的 比例大致很多 那些是很漂亮的 但是逐件逐件砌 但是那個位置可以做到 但是去到一些小的螺旋掌 例如二線螺旋掌機 那些很難去做一個多個件的組合 一定是一件過的 如果不然就很難 但是阿柏旗的大型小型的螺旋掌機 就有幾件砌 可能有些問題 我也未砌過 不知道 我突然砌完之後告訴大家 好了 跳了一點點 好了 要講完的了 就是這架了 這架應該官方有另一個版本 還有 那個版本有另一個人仔 後來也可能是人仔的問題 大家猜到 應該就是元首的物體 或者元首的近身 那些高級的將領 好像被人被吵 於是吵完之後就不出路 類似這樣的事情 其實他作為一個這麼近德國的地方 曾經都被德國侵略過的地方 他出其實都比較開明 始終是歷史 比較開明 但是始終有些人不喜歡 或者覺得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就有些討論 後來他們好像就停了 那怎麼辦呢 有辦法的 就買M.O.C. 或者做M.O.C. 好了 那這架就是這些比較高級將領的車 買M.S.E.D.S. Benz 770 2407 一路下個整個 240多的整個車 250 這架很明顯是大架一點 高級一點 車是高級一點的 那我看看 1938-1944 然後停產 為什麼沒有呢 可能也不用了 還坐車 人家都在柏林和別人打 還要什麼坐車 OK 好了 這裏呢 另外一架比較注目一點 現在也是有貨 全部都介紹 都看見了 快點來 喜歡的快點買 沒有訂的 訂了當然拿了 要不然 未必有 那麼多存貨 聽聞 好 這架呢 Cantacrad就出過了 但是這架 這架拖著的後面有個 就是卡車 就好像少一點 而且這架是專門給DAK的 又是 又是 營仔的頭 頭 這個就是 我覺得是他們的特徵來的 就是頭是有雕刻的 加了一些上色 我覺得其實挺漂亮的 真的 如果算得了 好 這裏就是背後 講了一些普通的資料 這架HALF TRACK 大家記得 在一類停救兵裡面 他們是用過來拍戲的 通常是簡單輕易的 運輸的狀態 因為本身車是離大車 是不會快的 其他方面是攜帶一些 補兵炮 甚至反他炮 就可以幫幫忙 拖得快一點 這一個特別的地方的人仔 就是 這裏我還沒拆 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這個 印度 或者叫中東人的頭飾 如果有的話 就非常好玩 有的圖應該有的 可以戴頭盔 也可以戴回中東人的頭飾 反正在非洲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有很多穆斯林 也是 天氣的關係 都會用這種方式去保護自己的頭 或者不要曬傷 或者不要太髒 或者封沙 不要入頭髮 這個就是一個 挺正的裝備 好 這架 應該是第二次出的 好像 我記得我組過一架 不過不是一色 好 暫時今晚最後一盒 就是介紹這一架 這架 這架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是它新系列的 Panzer 5 你看到好像有點不對勁 沒錯 這個很小的 2704 已經出了幾款 296 一架 正常的Panzer 5 如果用它們以往的比例 或者一比35的比例 起碼都600塊 用一半的做到 沒錯 這架是比較小的 其實它這個系列 它是配合了 好像一些Wall Game 但Wall Game的 好像可以再小一點 總之 這個是其實它第三條線來的 就是 都是坦克車 但是是中間Size 這架目測的圖 出了一個型的 可能很多特別的配件 它也要做 但是 又做到 我不知道是否職幕分佈 特別小一點 這個我暫時還沒有組 所以應該要組一組 看看它是 純粹是靠特別件 還是靠小的職幕去做 但是這一刻看到 這個型態出了回來 我自己有保留 保留不是說好不好 而是 你又多開一條系列 自己打自己 就是 那個已經玩得很開心 你又出了小 我不知道是否相中要求 有些人想要一些小一點 這個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 我就不會 這麼快轉來玩這邊 是不是 我講起多公道 我自己工作的關係 我都不會說 這個又好 又買 但是這個200元而已 很便宜 可能它想做一個便宜的市場 便宜一點 簡單一點 砌多一點 會不會呢 擺多一點 可能是這樣 但是我就寧願 整個了 用另一個買一支 之後 這些砌多一點 很容易 那麼 所以我反而覺得,因為技術層面的關係,這些技術再簡單一點 你都被人老了,跟你的更快,我就覺得不太有利 Anyway,有機會先跟我們反映一下,跟波蘭那邊 為什麼呢?是日後先分解,因為我都說是工作關係 好,那大家想知道為什麼是工作關係呢? 但是你們都會知道,或者可能都知道 其實我沒有特別講過的,有機會看玩具堂的一些 講冷知識的節目,或者講一些其他節目,跟大家再分享 今天晚上純粹介紹一些生產品 好,那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COBE的節目 今晚到這裡,拜拜!